李世光部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的霸气是不足的 一美老总高志明痛批李世光没霸气 新光金控副总李济珠也是停电苦主 那天我从42楼走到1楼 所以然后我们16楼是调高 我最佳家应该是走了44层 就连红金创办人石正荣也忧心 企业纷纷急跳脚就连彭博也提出分析报告 预测2017到2018年台湾可能将持续缺电 这是因为今明两年台湾经济成长率 预估都将达2%以上 高于2016年的1.5% 台湾经济加速成长 这势必也使全台电力供应更吃紧 甚至可能会增加停电机会 明年后年新增的那个电厂 跟厨艺的电厂的量差异有限 但是需求在增加 需求每年都在成长 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也说 若按照小英政府提供的未来电力方案 台湾未来缺电的问题恐怕会越演越烈 这次停电也造成大家必须去面对 这个能源政策的问题 我想台湾有几个好的条件 其实没有充分发挥 第一个是台湾有非常充足的阳光 高志明甚至直言 这是非改变不可的议题 就看政府端出什么解药 让全民不在陷入缺电恐慌 东森采集新闻章就是吴佑树综合报道